你看这个全国唯一的另类状元 国中教育会考成绩出炉 昭华县猪堂国中的詹锋手同学 他的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还有自然 没有一科是及格的 但唯独作文拿到了全国唯一的六级分满级分 是另类状元 他腼腆的说自己不是读师的料 没有打算继续升学 在毕业之后想从事农业工作 校长呢还特地送他一支钢笔 希望他在忙农业工作之余 也可以继续的写作 在田地会和辛苦工作 采摘的果实肯定特别不一样 就读彰化县竹堂国中的詹锋手同学 顶着烈日在田里忙着 田间有秀才 今年国中教育会考成绩出炉 詹锋手作文拿了六级分满分 是全国唯一 他说蛮厉害的 作文可以写出六级分 其他都无心 连他自己都不可置信 因为除了作文 国英术社会自然没有一科及格 今年作文题目是多做多得 三封手以自身物农经验为例 要有一片天只能靠自己的双手 磨练的道路上一定有绊脚的石头 这时想向家中年老的父母 等着我去孝敬 盼着我有成就 这是鼓励我前进的动力 作文拿下满分 家人很是骄傲 老师也说 詹锋手虽然成绩不好 但每次都很用心在写作文 他这一作文上面写到的 他愿意 不担受这事 愿意吃苦 然后愿意去做 不过 詹锋手说 对念书没兴趣 他毕业后想从事农业工作 校长特别送他一支钢笔 鼓励他有空多写作 再写出动人的篇章 记者戴欧帽 张罗报导